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謝謝,謝謝Eddie的介紹 首先很感謝科學館 邀請我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個人的一些故事 從小故事到大世界,是一個很好的題目 因為我之前一直沒什麼機會回想一下 自己到底有什麼影響過自己 剛才很開心看到林教授也說了一些 他最初喜歡影響到他的書 他就從大學那裡開始講起 如果不介意的話,我就再重組一點點 我就跟影響我的小學和中學的一些書講起 因為我在香港是讀中學、小學的 我真的沒什麼特別的興趣 其實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看書 有很多書都影響了我 今天我再拿一些實物本 這些書是在我自己找的圖書的紀錄 去組成 都很開心還在這裡 這些是封面 左邊那一半是一個很有名的科幻小書作家 Isaac Asimov 阿西摩夫寫的關於一些數字的書 中文就譯了作《數的翠譚》 其實我是看中文版的 其實那時候的英文就覺得真的很難 不太行 不過有一個題目因為我太有興趣了 雖然我也很怕英文 我也真的很想去看 不好意思,這些書比較舊的 這本是一個很有名的英國的科普作家 他自己本身也是英國天文學會的會長 叫Patrick Moore 這位老先生寫了很多書 他也在英國電視台BBC 每個星期都主持一個《The Sky at Night》 上下,我不要忘了一個題目的節目 介紹一個美麗的天空給大家認識 但因為我自己對黑洞很有興趣 小朋友那時候 所以那時候也很開心 好像買了一本 1980年 買了一本這樣的書是關於黑洞 所以再給那些霍金那些書再早一點 最後這本 剛才說的兩本都是外國的作家 這本就是一位叫李學素的教授 其實他是一位筆名來的,李學素 他寫了一套書 叫《數學和數學家的故事》 出了很多本的 現在出了七本 我大約中學的時候買了四本 很細本 我為什麼主要想拿這些書出來呢? 拿一個實物出來 其實告訴你 其實不是很大本,很厚 裡面可能不是有很多人生的道理 但那時候這些書帶了我去遙遠的地方 我留下最後一本 因為那本是影響我最多的 這本叫《從一到無窮大》 這本是很出名的一本科普作品 作者是叫蓋莫夫,George Gamow 他本身是一位很出色的科學家 他在研究叫做Alpha衰變 可能有些同學過一些中高中的物理都會聽過的 還有對於宇宙大爆炸 裡面發生的一些原子、元素的製造等等的科學理論 他也有很多的涉獵 也有很多的貢獻 但是他同時也出了很多不同的科普的書籍 很適合任何年齡的人去欣賞 我現在再看這本書 我覺得其實他真的很厲害 他成書的日期其實是四十年代末 他裡面有很多題目 他主要的對象可能都是一個中學生 初中、高中左右的學生 但是他裡面從數學 和當時可能叫做尖端的量子物理 甚至是所謂的宇宙論、大爆炸理論 他都有很多介紹 他裡面也有些方程等等 他不會怕有些方程式 這樣跟大家介紹 這本實物就在這裡 不好意思,因為我很疼愛那些書的證明 這些是那時候用一些很厚的月曆紙去包起它 所以為什麼它能保存那麼久 這些書呢 我自己很幸運 因為覺得是這樣的 是這些書帶領了我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他涉獵裡面的科學是很多種的 我為什麼最喜歡這本書 也都印象最深刻呢 因為他自己很喜歡畫畫 這裡看到中間有些很有趣的插畫 他這個其實是介紹四維空間的一個構思 就是說有件事發生了時間 他又發生在不同的地點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四維空間的距離等等 這個亦都介紹一些很有趣的 Mobius Ring 這些數學的概念 他會自己畫這些圖片 我自己覺得在那裡樽樽由微 覺得原來科學是可以這麼有趣的 雖然同時在學校學到的科學 有時候可能覺得好像又沒有這麼有趣的 量子物理好像比較有趣的 當然我自己仍然都盡力 希望努力去學習科學 就很幸運地 自己因為有家裡的支持 也都能夠可以繼續 離開了香港之後 香港讀完中學 我就離開了香港 出去海外繼續升學 那時候在大學 由於我想大家可能都聽過 最出名的華人的物理學家 就是頭兩位得獎的物理學家 李正道先生和楊振宁先生 他們都是從事粒子物理學的工作的 所以我跟當時很多有興趣物理的年輕人 都一樣 都覺得粒子物理學實在太好玩了 太有興趣了 就很想去參與了 很幸運 我也有機會 那時候在美國 就在廢米國家實驗室 進行研究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在美國的中部一個城市 叫芝加哥的西邊 其實附近全部都是農場 所以我那時候本來不懂得開車 因為為了在那裡工作 就學會開車 因為距離很遠 但是要很小心 因為晚上有很多牛在這裡出沒 所以原來做物理都要學會一些其他的技巧來旁邊 我主修是物理和數學 但其實讀到一半左右 我都知道 我看到我的數學同學 他們實在太厲害了 他們能夠抽象羅緝思維 太厲害了 我發覺數學 我保持我的興趣也好 但是我自己將來的專業培養 可能我都是想做物理學 所以那時候選擇研究院 我都是選擇物理科的 那時候我都繼續希望可以做到高能物理學的實驗研究 我是90年畢業的 當時其實在世界最尖端的粒子物理研究 在美國那時候正在興建的一個叫做超度超級對撞機 叫做SSC的實驗儀器 是很大規模的 比起現在是剛剛兩三年前發現這個希格斯粒子Higgs particle 叫做SERN LHC 其實還要大 它那時候的能量是還要高的 我初一開始進去就希望 不如做一下這些吧 挺好的人 繼續有機會在粒子物理發現那裡繼續發展 不過做了大約第一年就開始發覺有點不妥 因為那時候政府開始吹風 說這個實驗室可能要倒閉 關閉 要結束 起不成這個實驗 也考慮了很久 也真的問自己自己的興趣是甚麼 就發現原來我發覺除了做粒子物理學 其實有另外一件事我一直都很想做 就是天文學 我一直都保持著這個興趣 所以最後我就是大學博士的研究 就是天文學 也畢業之後一直投身 在天文學的工作 剛才也有提過 我會在美國太空總署的哥達德太空中心 那裡進行研究 是一個非常大的設施 差不多有五、六萬人同時在工作 實際上是一個很大規模的研究中心 我們當時進去主要是參與其中一個研究室 那個研究室是負責為哈勃天文望遠鏡 當時我們要準備一些新的儀器 這個是哈勃天文望遠鏡 如果想給大家的概念有多大 其實它就跟一個單層巴士大 所以就不是很大的 只是一個單層巴士那麼大 直徑是大約兩米四 所以你可以大約看到那個大小 那時候我們就準備了一些新的儀器 其中一個就是這個英文叫Stis 是一個光譜儀 它的大小大約跟一個雙層的雪櫃 給大家一個概念 那時候我們就有機會進去 因為那時候還未升空 就在哥達德天文中心那裡負責組裝 那時候我是屬於組裝團隊的一份子 那我就有機會進去做測試等等 為升空之前做最後準備 因為哈勃天文望遠鏡 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們一直可以在這裡換儀器 它後面這些地方 其實是有一個格格的 有四格的 它是整格抽出來 然後換一塊新的儀器 這些是當時我們稱為第三代的儀器 現在已經有些第五代的儀器在運作 然後後來回到香港 很幸運能夠在香港繼續投入科學教育的工作 在香港大學工作 那我就教物理、天文、科學 任何有興趣的東西我都教 所以教一些東西 爛爛雜雜雜什麼都教一下 我剛才也有提到 我有三方面的研究 我本來就準備了很多資料 關於這三方面的研究 但我想可能今天也沒什麼時間說 所以如果你不介意 我先跳一跳 跳到後面 我覺得有興趣的東西要說 剛才也說 例如林教授也說 為什麼喜歡那個學科 因為有很多原因 它的重要應用等等 我也回去迫自己去想 到底我為什麼這麼喜歡天文呢 其實我不是那些業餘天文發燒友 我對天文的發燒 不僅僅在於它有很多美麗的圖像 我們整個宇宙有很多很美麗的天體 美麗的銀河 美麗的星體圖像 對於我來說 這是我個人的意見 我覺得 其實這些方程式 對於我來說是更加美麗 因為看到這四條Static Equation 關於這四條方程式 原來我們解決這四條方程式 就可以知道星星內部的質量 它對於距離之間的壓力 溫度等等的結構 我們解決這四條方程式 就可以知道星星的內部構造 我覺得這個太有意思了 所以我會對著這些 有時候很入迷 當然我都很喜歡看星星 但是想想 原來最吸引我可能都是這些 當然我也很喜歡看星 因為我自己也因為工作的機會 其實我也有機會去美國的阿里桑那州 去夏威夷等等 有機會去上山看星 經歷過一個業餘天文愛好者 看星那種感覺到的 整天都是星星那種燦爛的開心 也感覺到那些 當你準備好做工作 整晚準備去看星 希望拿數據 但是誰知道烏雲蓋天 所以整晚就變成打乒乓球 那些失望 這個是令到我的印象很深刻 不過無論怎樣也好 我會覺得天文是一個很有趣 也好令我很快樂的學科 那最後我想我也很想說一下 因為今天的主題是Sustainability 那我又想說一下我最有興趣研究的 關於超新星爆炸這件事 那超新星爆炸是什麼呢 原來就是一個星星 就是我們任何的星星 原來都有壽命 那星星都會生會死的 原來尤其我們的太陽都會死的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很緊張 太陽都會死的 我看到大家都這麼淡定 我想可能很清楚 為什麼這麼淡定 因為還有一段時間還沒發生的 我們還有五十億年左右才會死的 所以大家不用緊張 那太陽的星星質量太低了 那我們的重量不夠 去發爆炸成一個超新星 但如果質量大的星 就會是一個超新星 就會將很多 他們在星星生命裏製造的元素等等 都爆炸出來 射出來去外太空那裡 在它最光的時候 差不多整個銀河系 這個一千億顆星那麼光的光度 是會光光了 就是可以一顆星頂得住 整個銀河系那麼光 那為什麼我說這個 我們說起持續發展這件事 原來超新星也有些關係 因為原來 我們的宇宙 就是靠超新星這一類的爆炸 將很多的能源 還有一些新的物質 令到我們的整個宇宙 是充斥出去 就是它一路 初初 我們由萬有引力 組成了很多星星 它一路演化 變化 我們叫星星的內部 有很多新的元素產生 如果這樣結束了 就在這裡聚集在一起 那就很沒意思 原來魚就有一個機制 星星會死的 死的時候會爆出來 爆的時候 所有這些新的元素 能量都射出來 大家可能都猜不到 原來 你和我的身體裡面 裡面的很多碳的原子 很多氧的原子 所以你看到的木頭 紫章 其實很多都是碳等等的 這個氮 原來都是星星內部製造出來的 就是經過這些超新星的過程 周圍射上整個宇宙去爆發 經過很長時間 又有第二代的星星 又繼續組成 這些可以說 循環不適地 我們宇宙的不同材料 是要不同的形容 好了 到最後 希望可以展示到 這個就是我自己本人的博士論文 這個超新星也影響我很大的 因為是1987A 是一個很特別的超新星 因為是相對一個近的地球 可以見到 用肉眼都可以見到的一超新星 它最有名的一個特徵 它有三個環 這三個環原來是一個… 我看看能播到嗎? 不行的 不要緊 原來就好像是三個圈 有一個闊圈中間 一個闊圈 一個窄圈 一個大圈 不過你將整個東西打 側了四十五道角 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系統 我們也可以一直看著它 原來一顆星星是怎樣死亡 可以了解到很多 我們宇宙的未來可以發生的事 我今天的分享到這裡 多謝大家 謝謝